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又來到每月最愛 我們今天說的是3月最愛 但是在分享今個月的最愛之前 我想說一下後面這張床單 因為實在太多太多人問我了 自從這張MOM CHI CHI的皮出過鏡之後 他的詢問程度直線上升 是超多人DM我問關於他的 我真的沒想過 所以我特地問了媽媽在這裡解答大家 他不是皮袋,是直接一張皮 是可以放在洗衣機上洗 是很多年前媽媽在尖沙咀買回來的 所以現在在哪裡可以買呢 我就真的不清楚了 給大家一個資訊 因為真的太多太多人問 回到主題 今天除了說3月最愛之外 也有兩樣我覺得不是太好用的東西 都想一次過在這裡分享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這個題目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1月底的時候 我在GMarket買了一堆Roman的東西 終於3月初我收到了 我真的等了超級久了 但是等待是值得的 我買了三盒眼影 那時候是有選擇噴難症 它又不算太貴 所以我就一次過入手了三個顏色 超級無敵的喜歡 這三盒眼影雖然都是閃粉 但是你看到它動動就知道 它們偏光的顏色 閃粉的顏色呈現出來是完全不同的 1號的顏色 它的閃粉是比較偏銀色 03號色是比較偏黃黃橙橙的 04號色我自己是超喜歡的 因為它的閃粉是有偏藍綠的顏色 你們看到的閃粉在手上 其實是很貼服的 不會跌到周圍都是 而且看上去好像有點濕濕的透明的感覺 所以塗在眼皮上就不會覺得粗糙 感覺好像有一層水水的透明的閃亮亮效果 我最近化眼妝一定用到它們 因為你只要單色眼影再加它們 就已經很有看頭了 好第二樣東西就是我在澳洲買的一支防曬 它就是MECA這個牌子 其實在香港真的不能買的 但是它好用的程度是我考慮了很久 就算不能買我也很想推介大家 它的包裝完全是很簡潔 然後是這種 我用得很髒 因為真的天天都用 很輕身的lotion質地 你一塗出來是沒有任何顏色的 一點都不會白的 很輕盈的 這款是SPF 30 另外有一款黑色是SPF 50 兩款試完之後 我特別喜歡這個白色 它成為了我人生最喜歡的一個防曬 是很輕身的 它是一點都不黏的 但是不會覺得乾 不會覺得有層東西 不會跟任何的底妝打架 是超好用的 然後 它那一股味是有一股酒店或者高級商場的洗手間 它不是很像 它正是那一股味 我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 但是聞起來就不會討厭的 但是也挺濃郁的 我在沒有特價的情況入手 大約是200港幣左右 所以如果你們找代購的話 都可以隨著這個價格去考慮 那我自己應該是會一直找朋友幫我買回來的 實在太好用了 第三樣東西就是一個袋 不是這個 這個是用來裝著袋的 那我在Charles & Keith那裡買回來的就是 這個袋其實我保持了很久 但是它一直都斷貨 直到三月初 終於翻貨 他們打了電話給我 我就可以去買了 那價錢是659元 是一個接受到的價錢 它有一點像玉桂奶茶色的 然後我超喜歡的就是這條鍊 很好手感 是一些滑滑滑的磨砂膠質地 是超好摸的 然後旁邊呢 是有一個超大的圈 有些像以前小時候的白熱寶 旁邊活熱寶的圈圈 但是放大板超可愛的 一開始我以為是那些黑漏 拔也拔不到 原來有一個小機關的 這裡一按它就開了出來 就不要硬了會爛的 對啦 裡面其實是一個大格的 而不是好像旁邊看到 好像有兩個分格的架 它是一個大格來的 旁邊這邊有個卡片位 然後尾是有個很小的 卡片那麼大的拉鍊位 電話放下去都滑滑有餘的 但是你不要想著 可以無限亂放東西 丟掉所有東西下去 就應該不可能的 還有它都會撐到 這裡是比較硬的 你不可以無限撐大它 還有後面這裡 都會有一個格位 都可以剛剛好放到 我部11 Pro 我不是用Mask的 Mask就未必可以了 揹上身後 大約去了屁股的位置 我覺得這個袋 無論這樣側揹也好 或者你脫了一條帶 挺有趣的 這個扣是這樣拿出來 是一個圓形扣 它上薄也絕對沒有問題 除了這個尺寸之外 它還有一個大一點的尺寸 還有顏色是有黑色、白色和紅色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沒有記漏的話 然後就想分享一對 H&N買的高跟鞋 就是這對尖頭粗跟的 鏡皮高跟鞋 我買它的原因 就是沖著這個顏色去買 就是今年很大熱的 一個Pastel牛油果綠色 是不是很漂亮、很溫柔 很適合春天的時候穿呢 無論是我最近買的銀包 或者是很多不同的高級品牌 今年也出了一系列這種顏色的袋子 但那些也算是比較貴的單品 如果預算沒那麼高 但又想趕上熱潮的話 我覺得這雙鞋是不易之選 它只需要179元而已 而且這雙鞋是粗爭的 很好穿的 穿很多小時 你的腳也不會很累 也沒有刮腳的問題 在我身上 我自己就買最小的 Size 35號 我看到它大到38、40 也有的 大家也可以去H&M看看 然後分享一些居家的東西 因為我看到大家對我的床單 都有點興趣 經常都問我在哪裡買 其實我經過哪裡 看到便宜和適合心碎 就會買的 一直慢慢儲存 最近我就買一些正式的床單 我也是沖著這個顏色去買 其實就是IKEA買回來的 新的 不過我媽媽扔了那個包裝 剛剛洗完了 超抵 79元一個 然後買兩件是有9折的 我自己很重視床單 乾爽的程度 特別是這種天氣 凌智痴、下雨、潮濕 我很怕一睡下去 有一種黏黏的感覺 所以這種床單 我自己很喜歡 如果你有追蹤我的Instagram 應該在IG story 看到我買了一大堆未來美產品 一直以來都有用少少的 但這次真的大手入了不同的產品 就發現有些真的超級好用 但有一些我覺得一般一般的 今天就不特意說了 因為下星期就會出一條影片 是專門做review的 我發現好像不多人去說 他們大部份的產品 通常都是說mask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留意下星期的影片 我今天不多說了 說完一些我喜歡用的產品 但今個月有兩樣產品 是我覺得不一般的 又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會是這兩個 先說完這個 因為實在太多人私底下問我 因為不知道有一條影片 應該是放在桌面 大家很睏 看到它之後 就說它在網上很紅 然後問我究竟好不好用 就是這個印尼牌子的Millshack Conditioner 同一個牌子的髮尾 又和髮膜 我就大推大家去買 但是這支呢 我就覺得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我噴給大家看 它的霧是小的 然後噴完之後 是很香的 這股味 真的有那股髮膜和髮尾油那股味 當然我現在一噴完之後 好像很有光澤 因為它濕了 但是之後它乾了 就沒有特別的了 你不會感覺到它有滋潤 什麼的感覺都沒有 純粹是弄濕了我的頭 你說為了香味的話 譬如你很喜歡它髮膜那股味 那也OK的 因為它不算太貴了 我沒有記錯它 它應該是約60元左右 但是呢 你就不要預算它有什麼護髮的功效 我就不太覺了 然後另一樣我不是太喜歡的東西 就是這些唇彩 它跟剛才的眼影 是同一個品牌 都是Roman 都是在G Market同一個時間入手的 本身Roman他們的唇部產品 我自己都很喜歡的 但是這一款 它聲稱是玻璃唇的產品 我就覺得一般般 首先它的頭是很硬的 你看它薄到 而且我已經很努力 大範圍地塗 它都不均勻 就會一塊一塊 雖然它這個爛番茄色 我自己真的挺喜歡的 但是呢 塗上嘴的時候 你要用手指去幫手推 之後又很難塗得均勻 你要塗得比較厚 比較顯色的話 就更加難塗到它很均勻 所以我自己就不是特別喜歡 還有另一件東西 它是一個Tint 所以就算我用這種卸妝棉去卸 一下都抹不完 它會吃了一點顏色在我皮膚上 我加一點在面上 它可以做一個 零零的有光澤的效果 你會看到 我塗的時候是很不均勻的 一定要用手指去弄好它 是很難的 這樣加上去 就會有這種光澤 其實也很漂亮 但是如果你是單純 不只塗它 就很難塗到一個漂亮的效果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 一些我三月喜歡用 和一般的喜歡用的產品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每星期六星期六星期三星期 和星期日假週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